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的体验视频是这样的 看到这根笔 不是拉米的 也不是永生 也不是英雄 英雄我印象中 他没有出过就这种铝合金版的 因为这个 应该真的是铝合金的 因为那一个我拿上手 时候他是很冰冷的 而且我之前打开过 因为这根是拆过了 已经完好的 是这样的 就包装是这样子 但我其实是买一个 我有时候淘宝买东西 挺讨厌 就是他买一送一 其实我真的用不上那么多了 然后他每次就 总是送那么多东西 然后还有六七盒的墨胆 那就先不说那么多 那这根笔 反正是先这样子 尺寸的话 13.5毫米左右 13.5厘米 冬跳灯了 嘴巴爆叉了 就是破皮了 好继续 13.5厘米 然后整根笔 反正就 这样砍应该是没什么大问题 但 等一下 对 没什么大问题 然后里面的购买 等会再看 呃呃呃呃 拉米的 顺带说一下 就是我估计呃 拉米永生这些 反正这个款的 这种外观的笔 呃都统一的 铝合金的会粗一点 重一点 那像severy 比塑料的那一批会细一点 呃其他的没什么差别 但是我不知道他那个笔盖能不能互换 我不确定 但是如果是说永生拉米什么 他们互换应该是没什么大问题了 然后那个 打开的话反正就是 整根笔 首先就这样子 呃这里 拉米那个是在这里吗 那个logo 然后这一根都画到 呃没有 烂笔头就在这里 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见 因为我现在还是一样 就上次好像 那个都没有说 那个阳光有问题 真的没听到 那我就继续 反正就是 呃烂笔头 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到 因为我现在照阳光 看不太清楚啊 有啊 现在看到 啊 这样烂笔头 对吧 那应该能看到 反正就这样子 然后这个 应该这 那个什么 导角应该会清晰一点的 正版那个 但是呃 拉米奥斯达 我没买过 我不太确定 就见过一下 但是 然后其他的 应该问题不是很大吧 反正你知道 这样拿 别人也看不出来 颜色上面 然后还有顶端这个地方 顶端这个地方的话 反正就是 它应该是下面一个螺丝 这边一个硬币 然后呢 一个扭起来的 拉米那个会做的好一点 但是呃 这个细节 如果你真的这么喜欢这个地方 那个细节 还不直接买那个 拉米的 LX的那些 就金银玫瑰金的那个 那个还好看一点 而且我一开始不确定 它是不是真的铝合金 现在这么看 应该是真的是铝合金了 那我们就打开一下啊 好顺便把这个给 那放笔盖 大概是十 哦对 那一个 16.7厘米左右 那16.2 对16.7厘米 差不多 然后这个整根笔的话 13刚刚好 对完美的啊 拉米这些地方做的很完美 然后这个地方 反正就是 还是那句吗 拉米它做的比较好 就是它是一个新手录文笔吗 那那个的话 反正拿起来的时候 这么拿肯定是很舒服的 对 它主要是 这个凹槽做的好 那基本上你拿笔的时候 你就会自动去固定说 这个就自动 就给你自动对位嘛 就是说你不会用 像百利金色那些 比如说 我还要慢慢去说 把那个握笔知识改一改 那拉米就没有这个问题 算是比较好上手的根笔 但是从这一遍 它不算是一支好钢笔 因为它不是为了 做一支钢笔 而设计出来的一个钢笔 这一点去 这一点必须要肯定的 然后整根手 因为我手是比较小的 然后是刚刚好 你看我靠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它还能突出那么一点点 我手是偏小 所以说问题不是 所以很多比对我来说 问题不是很大 反正那种就特别大的 那个百乐能用到25号金以上 那些反正我用起来更困惑一点 因为我手真的是偏小的那种 好 那一个 那看一下里面的一个部分吧 反正这个就正常流行 摸起来真的是有点冰冷 然后再加那个烤漆嘛 然后这些地方不知道是什么 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到 对有一条白的 不知道是不是已经磨损了 然后看一下里面啊 对里面应该能看到 就一根螺丝什么的 然后就 有一些 有一个透明白白 对那个是一个什么 就那个塑料的套筒 反正就卡用来卡着 那个笔握的那个地方啊 不知道能不能看清 然后呢 再下来 反正这个地方做起来 整根笔 手感没有什么大问题 基本上就 反正这些笔 那个阿里巴巴 我也有找到那个 就说那个 就是批发商嘛 反正我觉得应该是同一同一个了 大多就改一改 但是应该是同一个厂商了 应该不会那么恶心 说分几个厂商了 然后上面写着 就我买通常这种笔 我都是买EF间了 呃 因为这种 我自己是用M间了 但是如果平常是笔 还是用EF啊 因为EF还是比较多人用的 因为很多人还是喜欢拿爬格子嘛 那我没有爬格子要求 所以说我不会去买那个EF 然后再下来的话 反正就这个胶圈 看起来质量不是特别好 那感觉 因为摸起来不像那种silicon 就不像那种平常的那种O型胶圈 摸起来有点磨砂的 反正就怪怪的 就跟这个笔感不是很搭 然后就讲到反正整根笔的颜色是非常漂亮的 肯定是 但是这些细节上面 看有没有强迫症 但是拉米的笔说是呃 不是很 就是说不是说他笔不好 就是说他不是我喜欢的那一口啊 反正就啊 这个E不是这个不是呃 呃无所谓的这个东西 然后上面讲的他那个笔尖 笔尖的话反正常能书写嘛 如果你说真的追求那种书写感受的话 嗯 我觉得E不是很大了 除非是说 金尖的是那种反正还是那种 还是那样子吧 硬弹的 如果真的压下去弹的那种通常都是干尖 呃 后面这些反正就处理的反正就正常呃 呃 然后里面这一个地方的话 反正都一样能我看一下打一下电头看一下能不能看清 反正就是有点透透的能透到里面 我现在是上墨了 我我我拿一下另外一只给你们看看 呃 另外一只反正就一个呃 就是直接这样子一个塑料袋 然后这个呃反正有点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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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好看 反正的这个凭空问题这个应该清楚很多 然后我另外跟上完墨 然后我会上上墨给你们看的反正就就这样子 但是呃 我觉得呃 呃 就只是拿完完还是ok的 我是我是觉得挺好的 然后我先拿一下墨水 呃反正就 哎 哎 好紧好紧 这墨水 ok 然后是这样子 呃墨水 对 另外我上次那个急害得不小心被我摔破了 然后现在随便拿这个墨水瓶推荐 那就顶一下 呃 你们有没有什么墨水可推荐一下的 呃 那个我不想要碳数墨水 呃 因为会读比 然后那个 但是我用M件其实还好 但我不太喜欢那个碳数墨水 因为我也不不用签除什么法律文件 暂时也用不上 呃 平常还有的话 我觉得那个普通墨水也够 然后我想要一个就防水的 但是不是碳数的 然后价格的话 就是反正你们看到什么介绍的呗 呃 有的话下面留言啊 然后继续 我就讲一下这个笔哈 这个我就放放一边吧 呃 然后这样子反正拧开的话是正常呗 有点紧什么的 反正它那个卡口什么做起来肯定没有那个正常的好 这个是就没有真的好 那这个肯定 但是说不至于说呃 这个细节没了 然后呃用不了 反正就是一样 我现在就会上水 那一个不知道 ok 然后就反正也是正常呃领的呗 呃反正就领下啊 我所用的不想弄到的那个平盖 好 好继续那一个我把墨水先拿开一下 呃还是把呃对拿开一下吧 然后这样子那我刚刚已经上完墨了 然后现在就啊你们那个拿笔的时候还是一样 如果你们通常如果上墨呃 用墨南的同学没有没有上好的时候你这样子金包下 然后就这样子甩 当然浮度大一点 那包个纸巾的话就ok了 包纸巾的话就不会说怕甩到地板上 我通常就包个纸巾这样子甩 那保证出墨没什么大问题 好那个已经那个什么就是说啊 用上了然后啊这边也给你们看一下吧 反正就那单独我单独拿下那 这也是中穿出去的哈 没有任何遮掩的哈 所以说那个反正里面的还是一样啊 不知道你们看到呃我看一下啊 里面反正就也没什么特别的 基本上就一个罗姆 不知道能不能看清很难看清 估计就不好打那个灯好 那一个我们继续 那一个扭上的时候反正就是呃 现在我拿到差不多这个时间了 这个地方就补冰了啊 没有冰那种感觉了 拿下来反正就是说中规中矩吧 呃就是说整个握感它不算特别舒服 呃但是上手肯定是容易的 它的这种设计上手呃就非常容易 然后一样我就拿一个这个1.2乘1.2 反正就是对吧 1.5乘1.5的一个格子 反正你们看到 然后拿完这个格子以后 呃我还是我拿一根无印的那根笔 因为呃为什么这么喜欢用无印 因为我没法去 因为纳米即使它的比品控 也没有无印的那么好 因为无印是我认为说这么多品牌里面 它的品控是最好的 不管做什么产品 日本的这一点我还是认为说很折尊性的 好那一个再下来这个是烂笔头对吧 那笔画比较多 而且还是一样我字比较熟啊 第一个 看一下啊 这笔的感觉 然后这个笔的感觉反正就是 呃怎么讲呢 没有阻尼感 这个一写上去没有什么阻尼感 这个 不是特别介意吗 说实话就是呃 因为 但这个价位可以拿来玩玩 但是不适合长期书写 因为他写起来那感觉就还是有一点点一点点 呃像那个黑板黑板 然后粉笔在黑板上面刮的感觉 呃反正断末 基本上 断末 你看肯定没有问题的 到肯定不会断末 这个是肯定的 然后写的话 这个 看一下 对反正就本体的打磨反正就一般吧 笔尖说不上特别好 反正就是啊 反正都是同一种结构嘛 我在我看来就是说这种笔啊 是这样子 呃但是不太介意吗 因为他写上去的时候 那个阻尼感很奇怪 就说 不是没有阻尼感 也没有呃也没有瓜子感滑 但是又不像那种金尖笔那么滑 就写起来手感怪怪的 可能试的笔现在试多了 呃 试试拿回去这根啊 而且这两个呃 反正真的不大怎么回事 反正就是说呃 这样这样试完 因为我还是需要这根表对比一下啊 嗯哼 反正就写起来的话 出没你能看到 你们能看到就是说这个什么 就出戏啊 出戏反正是差不多了 哈这个这个是F吗 上面是EF啊 无印只有一个标准吗 但这个笔拿起来反正就是说呃 很怪说不成那种乖乖的感觉 就是说他其实也滑也顺 但是说没有阻尼感就很奇怪的一个手感 就不可能是说呃 很不像铅笔啊自动切啊 或者圆珠笔粗 就是不太像那种很自然的不太自然的那个手感 但不是说不能用能用的还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说不出来反正就是呃 没有主尼感但是又没到很滑那种就中中自大吧 我说的好听一点可能是这样子呃 其他的呃没什么大问题 反正还是ok的 我觉得整根笔呃哪来玩哪来用或者哪来装装逼还是可以的呃 因为这个颜色说实话还是挺毒的 然后其他的就这些细节 我觉得呃这个价格他反正也不贵 呃基本方法 那人民币的话那个好像也就好像是10块钱左右吧 港币12呗呃那个台币呃那就是40呗 所以就反正就不是很贵什么的 看用的笔拿来玩一玩还是不错的 或者拿来就说呃 我随便有个或这样子 我有个这样子的一个呃 反正这个笔他也不贵 五六块钱他不上面买的 我就可能是说这样子玩 然后当你说要呃 然后这个哇有点紧这个我去有点紧有点紧 有点紧有点紧这个好 哇有真的很紧这好紧呢 不像这种对有点真的有点紧这个玩意 对这个你推这边按一下这边拉 那这个笔套当然质量也是一般啊说不成好 但是不至于像这个就好像快要把我 比他弄破了啊但是还回个正题 就反正你在这样插进去的时候对吧 呃装装逼还是ok的当然对吧 就是说玩一玩那个感觉就过过瘾吧 我觉得还是可以考虑 反正就是说呃买这根拉米的那个反正就 我毕竟个人来讲真的不建议买 因为他那个价位我觉得要买就买像 因为无印的那个价格我觉得是极限了 就是说他买的是一种生活感受嘛对吧 那就这100我觉得是那个极限了 但是如果是说呃就台币可能是吧 呃但是如果说再上去我觉得还不如说 你找一根你真正喜欢的 就是说符合你新商品位的 你一步到位就是即使他1000就1000 你就一步到位到1000 2000的话只要只要那个经济可允许的 你直接一步到位吧 我就不建议买这个了 就真正那个拉米 如果除非你说买那个什么呃 那米2000 毕竟那米2000还是挺解读的那个感觉啊 好那一个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有什么问题呢下面留言给我 呃好那一个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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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